这颗长寿花金狐狸 2月收到时 个头不大 但枝条很嫩 花苞比自家养的 长得慢一些 长寿花的根系一般 不需要深盆 大盆 这一颗用一家轮盆足矣 3月中旬开始 花苞逐渐显色 5度以上 放露天 问题就不大 3月18号 花苞还没打开 自己家养的其他长寿花 此时已经入盛花期 所以想要上半年 一直有盛开的长寿花 可以在3、4月份 买带花苞的 一直到4月8号 才看到第一朵金狐狸 4、5月份 晒晒直射光 问题不大 4月15号开始 花朵慢慢都打开了 相比其他花色 它确实很独特 就是这颗实在有点小 裙开效果 看着不够震撼 如果能有矮3、矮4那样的官服 一定非常显眼 整个4月的花朵 都处在颜值高峰期 花瓣很厚 一层层慢慢打开 本来还能再延长的 可惜淋雨了 花朵中间 没打开的花瓣 就有点发烂 进而影响整朵花 那段时间 雨水比较多 所以5月中旬开始 花期基本结束 也就剩下几朵开得晚的 还能看一眼 考虑到天气开始变热 要把营养让给叶片才行 所以直接掐了残花 放在露天一个有遮阴的位置 7月份长出新叶片 整个夏天 扛旱抗热都不错 跨入9月 叶片又稍微变大些 接下来天气比较凉爽 应该会长很快 和其他不同品种对比 个头处于中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